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 张子怡 从富二代或起山的外籍男友Vivin再到跌破眼镜的萨贝宁 直至摇滚花心男汪峰 似乎国际章的男人品位越来越差 但是张子怡的桃花韵却是越来越旺盛 这已经是已知的四位未知的就不知道了 与张子怡传过绯闻的男人哥哥大名鼎鼎 除了圈内人士还有顶级的富豪以及外国猛男 张子怡出道十多年来 桃花韵一直都很旺盛 也是娱乐圈最容易睡的女星之一 不过如今张子怡已经与汪峰公开结婚 也已经秘密怀孕在美国待产 四 徐静雷 要说娱乐圈最容易睡的女星 徐静雷绝对算得上是闷骚型的典型代表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桃花韵就要比别的女星差 据说徐静雷的初恋男友是王学斌 那么从王学斌开始 徐静雷相继与张亚东 韩海黄爵等多位男星传过绯闻 桃花韵是非常的旺盛 五 赵薇 2008年赵薇的演艺事业非常顺利 而她的三角事情也是被吵得沸沸扬扬 从第一个男友开始到现在 赵薇曾经遭遇过汪宇 陈坤 黄晓明 王立琴等男星的桃花症 而且几乎每一次都是三角恋爱 也是娱乐圈最容易睡的女明星之一 六 刘嘉玲 刘嘉玲与梁朝伟的爱情马拉松 已经让人们忘却了她的初恋男友 台湾影星林俊贤 从初恋情人开始 刘嘉玲先后与多位男星富豪关系密切 就是在大婚快要来临之际 刘嘉玲依旧是桃花运不断 七 范冰冰 真的很难计算出来范冰冰有过多少个男朋友 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范冰冰是命犯桃花的佼佼者 从与王学斌的亲密无间 到各种各样的绯闻男友 范冰冰的事情屡遭网友的媒体诟病 不过近几年一贯嚣张的范冰冰突然变得淑女了 这大概是人尽皆知的娱乐圈交际花了 这位男朋友多少真的没有办法计算出来 算不出来 不知道李晨为什么会选择范冰冰作为自己下半生的陪伴者 难道是因为真爱吗 范冰冰就单单的干爹都数不胜数了 更别说绯闻男友了 8.舒奇 性感女王舒奇的桃花运也非常的旺 而且个个都是不同凡响 从天王黎明到帅哥张震 再到任贤奇王力宏等大盘男星 舒奇的魅力使她在娱乐圈频频的更换 红颜知己 9.Magicule 性感非常的混血女星Magicule的绯闻男友 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吴彦祖和陈冠希了 当然仅有这两位是不够的 日本足球巨星中田英寿 韩国美男丹尼尔 美国网谈帅哥都曾是他眼中的猎物 10.汤维 因色界出名后 汤维一度拥有过四位男友 从朱宇晨到段义红 再到田宇以及绯闻男友王力宏等多位男性 看来汤维的桃花运还会继续红下去 睡过女星最多的四位男星 谢霆锋话说当年没有与张伯芝结婚的时候 也是个有名的帅哥 而且个性十足 自然是吸引了不少的女性 而当时的他除了与王妃和张伯芝有过一段恋情之外 与周迅 郑秀文和林仙如都有过绯闻 可见他睡过的明星也绝不在少数了 黎明当年身为四大天王之一 而且魅力十足 曾经有过女粉丝为其跳楼可见他的魅力有多大 而当时的周海妹 王妃 金喜善 李嘉欣 舒奇等一大堆的女性都传过绯闻 可见其风流事情有多少了 成龙在事业上的成就自然是不用多说 可以说是楷模大师级的 但他的风流事也不少啊 而且名色远播 与他传过绯闻的有 范冰冰 张子怡 金喜善 徐敬蕾 邓丽君 吴启力 林青霞等等 最有人称到的是他与吴启力所生下的小龙女吴卓琳了吧 不知道他以后会如何安排小龙女 陈冠希当然在这方面是首屈一指的了 而他的本事不只是女友多 而是同时具有多达二十位的女友 真不愧是神一般的人物啊 在娱乐圈中论起这方面的话 还有谁能够比得过他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敬请关注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